我們又來介紹泰國的Hostel 這個位於沙吞市的Van Bangkok Cafe & 布鐵House 一眼就知道是主打文青市場 無論入口到樓梯到任何一件物件都充滿著文青味 你看看這裏有多文青的 一進去就看到整間Cafe 你想想自己坐在這裏一邊閒閒的聽音樂 上一層你就看到一個common area 但你沒想到地方小小 其實人們是預約來開會的 不過我們貴外遊客玩board game 便可以 嘩你真厲害 你明白嗎?一射射下去就... 射到我面前 嘩 這個還可以嗎? 這個還可以嗎? 剛剛在3樓找到一條 中間要穩身位 塞住了 塞住了 你還沒害怕 你慢慢推出來 嘩 不行 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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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開了 我們來看看 不過大家心想 文青旅館有什麼特別呢? 所以重點來了 大家留意這個 太空倉 倉 這裡有三款太空倉房 很寬闊 很有宿舍的感覺 年輕人睡慣睡熟 很有親切感 稍為年紀大一點點的 亦可以讓你有讀書入CAM的感覺 我字幕覺得很棒 你別以為他目測好像監倉一樣 實際他非常空間充足 完全沒有壓迫感 我看玩禁止獎 一班大小也對 一班朋友也對 至於獨家村的你對不對 慘慘住一個人去旅行的你 其實他有獨立房 有一張大的雙人床 適合你 或者你一坨坨地去的遊客 不過據我來說 去得多些宿舍 當然是去認識多些住在這裡的朋友 這裡的前桌 是24小時服務的 所以就算你搭夜機來到 或者你不知道不知道 到幾點都好 都不用怕check in不到 附近有兩間漆仔 適合玩到很晚的朋友 隨時補給 但重點是什麼呢? 在泰國的漆仔 有齊齊你想要補給的東西 我不是幫七仔賣廣告 不過你可以去看看我們七仔片的攻略 最後提提大家 除了曼谷有這間旅館之外 他在華欣也有分點 聽老闆說 那裡還好美 只要找圖看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我們報導多些旅館 旅館 什麼都好 記得看著我們超優遊 不單止是泰國的 可能大陸的旅館 也會告訴大家 拜拜 拜拜